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今天起 国内数个州署将进入复苏式行管令 对此国防部高级部长达德西伊斯曼萨比表示 政府正在探讨是否允许地区之间跨州通行 一旦有了决定就会公布 他表示一旦政府允许律区之间跨州 执法当局的监督行动将难上加难 因此 一切还需等待国安会和卫生部探讨细节 并且提出建议后才能定夺 从今天三月五号开始 国内数个州署落实有条件行管令 为了减缓疫情冲击 政府逐步放宽限制 让各行各业重新恢复营业 同时社交活动也获准进行 不过一切都必须严格遵守防疫指南 只是一小部分的行业和活动仍然被禁止 根据国安会颁布的最新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国内落实有条件行管令的州署 大部分的商业活动都获准重新营业 不过夜总会或酒吧依然被禁止开业 同时有观众出席的现场演唱会 或直播活动同样被禁止 体育和休闲活动方面 任何赛事在举办前 必须获得清体部的批准 旅游活动虽然已经重新开放 但是任何涉及跨国跨州的旅游活动 一律被禁止 国安会也清楚列明 全国各州禁止跨州 除非获得警方的批准性 截至4号 全国已经有接近10万人 接种了第一剂的辉瑞疫苗 其中沙拉越 吉隆坡和吉兰丹的人数 都已经超过1万人 与此同时 卫生总监丹徐语上透露 尽管多个国家已经将拓业检测 作为检测新冠病毒的其中一个方法 但是我国还在评估检测的有效性 目前我国有7所政府医院 正在对脱业检测进行评估 其中沙拉越 吉兰丹的人数 也认为检测进行评估 要记监管局的批准 而目前政府获取的新冠疫苗数量有限 因此政府会分阶段让民众接种 并且优先让有需要的人接种新冠疫苗 虽然拓业检测方式还没有获得政府的认可 但是本地两家公司已经率先推出 采集拓业样本的检测试剂盒 检测器里有加强样本病毒浓度的功能 以获取更准确的检测结果 Alif Masho私人有限公司执行主席 Datok Maslan Sabli表示 人民可以从45令吉的价钱购买试剂盒 而这个测试方式也比较舒服 并且可以更快地获得检测结果 他在布城出席设计核推介仪式时 这么表示 这个设计核除了在马来西亚 而在另外七个国家 如美国和英国获得专利权 前天发生的吊车撞击高架天桥意外 一共造成两个人死亡 三人受伤 吉隆坡总警长达多塞夫指出 警方目前还在等待消整局的调查报告 并且援引危险毒品法令 延后召获的嫌犯四天 以协助调查 这起意外发生在第二中环大道MR2 由五级加利尔往交赖方向 新街场淡江高架天桥路段 一辆运载巨型吊击的托格罗里 因为掉背过高 因此撞击天桥的鹰架 导致鹰架坠落 压重一辆工厂破车 造成车内的两个人死亡 三个人受伤 赵霍斯基对毒品呈阳性反应 证实曾经吸食冰毒 因此在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第15条第一款第一项条 问下被捕 这一集的五间新闻就给您播到这里 我是张忠林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